中国唯一一个一脚踏四国的县,您知道在哪里吗? 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牛县城,美女如云却从不外驾, 与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三个国家接壤, 可以说一个鸡民就可以叫醒四国的人。 它就是位于中国最西边亚洲中心帕米尔高原之上的新疆塔式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全世界八千米以上的雪山一共才十二座,这个县就占了四座。 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边境口岸,红旗拉斧国门,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千年石头城,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经过丛林的最大驿站。 这里有科目尔考试都不敢练的盘龙千年古道, 三十多公里就有六百多个大弯道,如同一条巨龙缠绕在高原之上。 所以很多人说,走过盘龙古道就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道, 从此以后人生尽是坦途。 这里有中国最美的宾塔林和杏花村, 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原世外桃源, 世界上第二高峰乔格里峰,海拔八千六百一十一米, 冰山之腹穆士塔格峰, 还有雪豹、盘阳、暗覆雪鸡等高山高寒荒漠墨动物。 两千年前这里叫做切盘陀国, 相传是一位前往波斯核心的公主, 中途毁婚留在这里所建立的国家。 唐三藏取经曾路过这里,并且在这里念佛诵经。 这里有拜火教的遗址, 也是金庸笔下的明教和六大门派围攻的光明顶。 这里还生活着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白种人, 少数民族塔吉克族, 他们世世代代在帕米尔高原上, 守护着我们的祖国边疆。 关注罗飞飞, 足不出户游世界。